政治话题我们看到当前这蓝白和卡关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抛出两个整合方案 说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偏好其中的日本模式 没想到柯文哲受访时是反批提案太怪了 仍然主张全民调 对此后疑是一反常态之一 柯文哲当初为何要原则同意这个方案 而朱立伦也是收起善意 反抢柯文哲何不接受检验 本来我们都是满心期待乐观的看到这样的结果 昨天被敲了一盆的冷水 那当时他干嘛跟朱立伦议讨论的时候 原则上他同意这个方案呢 内容语气都变了 朱立伦和侯友宜感觉像是被柯文哲摆了一道 不愿意继续堆叠胜意 他听完他是很支持日本模式的 因为他也认为有信心 为什么变了 我相信是他的主战派 他的主战派又影响他了 柯文哲主席觉得第一个方案他可以接受 第二个方案不好 但是柯文哲主席又跟朱主席说 希望朱主席说服侯友宜 我完全尊重党中央的节点 征求侯友宜同意 柯文哲隔一天却在记者会上出招 先是批评日本模式要立委参选人参与投票 两党差距悬殊提案太奇怪 接着又在班全民调 说双方对比要是在误差范围内 就算赢了也愿意当副手 勇敢退让政坛评价高招 但国民党不愿接求 更何况我已经提出来 就直接让你民众党来坐庄 为什么不接受检验呢 我直接呼吁所有的主流媒体 现在就开始做民调 针对于柯侯对赖销 结果怎么样 还有政党的支持度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样个二分之一不就答案出来了吗 我们都不希望回到原点 国民党打脸 柯文哲反复更找15个代表民意的地方执政首长 替党中央的方案背书 其实所有县市长都也很焦虑 因为他们在基层面对这些民众 很多人跟我打电话 有失望有愤怒 蓝白整合的火车坚持开往不同方向 继续当前这大选的时间接近候选人民调变动 备受各方的关注 日本政治学者小丽媛欣幸就参考了许多的民调样本 整理出十月的台湾大选民调 他指出这十一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销得的支持率 如果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这蓝白气宝就有可能会成功 不过对一季的民调赖清德是很有信心 在群众簇拥下大进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回到台南本命区 展现高人气 现场气海飘扬动算声不断 回到大本营造势场和气势 不过日本政治学者小丽媛欣幸提出警示 以多个民调样本对比九月和十月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调 在四角都之下赖清德降低百分之二点二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可文哲都有上升 郭台铭则下降百分之一点一 小丽媛分析十一月各政党政副总统人选和立委阵容 底定赖清德的民调如果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在野党想操作气宝有机会成功 但赖清德对自己很有信心 未来我的民调会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不会有第三十五%气宝的现象产生 不管蓝百合不合 赖清德都是最好的选择 喊出民调会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学者的分析就当参考 赖清德在蓝百合成为选战主调时 还特别欢迎郭台铭持续坚定选总统 另外我们欢迎郭台铭参选总统 但是也敬请社会大众能够票投赖清德 赖清德的支持率是否能稳居第一 突破他口中的百分之四十五 支持度能不能转换成选票票票入轨 就看未来两个多月如何重刺 记者我成军减证书台北敲不道